這真是一些錢 做這麼久以前 那些劣跡的經驗全都集在這裡 集在這裡,集在這裡 可以有感觸的 拿一些舊筆記出來看 希望能夠有朝一日 出一本財哥食譜 這間大閣嘴小店 主打賣馬來西亞蝦湯麵 這碗的招牌蝦麵 是由大廚財哥 他的馬來西亞華僑伯父傳授給他的 我的伯父過了馬來西亞五、六十年 經過那些師傅 日同做了蝦麵 從街邊的小販 然後女友做的地方 我前前後後都學了四、五年 平時的材料我們賣回來的 那些蝦我堅持每天去街市買的 我平時是買海蝦的 買蝦就看蝦本身那隻眼仔蝦 生不生蠻,看眼睛就能 我通常這隻蝦有剪梳 剪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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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梳 這碗好吃的蝦麵 當然是最重要的蝦帶 蝦帶的蝦帶夠濃 首先用街壺 留的蝦帶 留三、四個小時左右 將蝦飛去水 然後再用蒜頭、昆蔥 爆香蝦 再放下街心的牛 兩、三個小時 配料上面有豬油渣 炸好豬油渣 我們用豬油來炸蝦頭 炸蝦頭的豬油 好像蝦味和香味 放下蝦蔥那裡 因為馬來西亞的版面 比較幼身 比較滑 沒那麼軟 不增 放下蝦頭 他不喜歡吃辣 所以就怕自己的口味 鬼不弄辣 馬來西亞的消食 玻璃油以 新加坡的肉 擦入比較重 胡椒味 所以我做牛心寶 靈感 來自肉骨茶的做法 入行近三十年的才哥 一開始 原來做過水電師傅 不過為了興趣 就算減薪 都要轉行做廚師 水電 水電一個月 差不多一萬元 如果做廚房 那時候入行 初學學師 就七千多元 一千元 都不怕的 金融工 師那時候 沒有說 師傅站在你旁邊 救你 拿完手 是站在旁邊偷師 但我喜歡偷師 很多人以為 廚師只會拿鑊產 但是才哥覺得 其實一個好的廚師 拿鑊產之餘 都要懂得拿筆 這真的是 是些錢 是些錢 那時候入行的師傅 多不多會這樣做 在這裏抄筆記 那時候我入行的 都不見很多 都很少 就用簡單的 在廚房裡 用紙紙 抽到回家 才記錄在自己的筆記簿 到現在為止 都有四五本 是很長時間的 因為入行那次 這本就 這本三十年 這本筆記 都爛了 開始爛了 每晚要花多少時間 抄筆記 每晚都成億個小時 它都有價值 因為這些就是經驗 可以這樣做 有時間 有時候拿一些 舊的筆記 出來看 財哥說 這幾本廚房秘笈 匯集了上海 新加坡 馬來西亞等地的菜式 當中令它最難忘的是 這兩道菜 肉骨炸這個最難忘 因為你想做得 一個好的肉骨炸 就不是很容易做 做得鬥的效果 你想做得 一個比較濃味和肉材味 重一點就是 十幾種肉材類 北齊 中心 八角 巨皮 這個OK 就表示這個份量 是正確的 又比較準的 你不是一開始 這些字很漂亮 因為那時候 有時間 抄筆記 所以就寫了 少少這些字 後來有時候沒有時間 所以就寫了 醜一點 海南雞飯 只要那時候 在天后 才說過巴沙 巴沙的老闆娘 是新加坡人 她就教我做新加坡的海南雞飯 那時候 很少女人 或者 做師傅 很少女人 油紅 因為那時候 很多年輕人 喜歡油紅 不同 現在 有很多女師傅 都做 被林師傅做得好 給你們 我們用雞 就用心黃雞 雞皮 浸出來 比較黃色 肉質 是心黃雞 好一點 我半年前 這天退休 在這裏開了一間蝦麵店 兩個人 只有 她負責樓面 又幫我廚房 綠麵 都幫忙做 起日雞 浸雞 砍雞 各方面 總之兩個人 搞定 我就知道廚房 這樣就行了 為什麼會掛蝦湯的做法 出來給別人看 因為 讓別人知道 我們做蝦湯 是真正用蝦 蝦牛 怕不怕人偷吃東西 怕就不怕 有一個目標 不是你想 第一 就是 盡量做好這間店 的出品 希望能夠有朝一日 出一本 才哥 食婆 飲食師 就是我最大的理想